给它一个出新武器的机会 它能让我的手直接上台45度 没错 它就是使命召唤手游 即将上线的新机枪MG-42 作为一把在二战历史上大方异彩的神器 MG-42既能像传统轻机枪那样快速部署 又能像重机枪一样提供强大持续的火力 这种超前的设计 让其成为通用机枪的先驱 并直接改写了世界上机枪类武器的格局 时间拨回1944年6月 盟军开始了著名的诺曼迪登陆行动 其中战斗最惨烈的要属奥马哈海滩 登陆当天盟军的阵盲数就高达2500人 作为机枪手的海丹赛弗罗面对美军猛烈的攻击 手中MG-42不停开拨 9个小时就打出了超过12000发弹药 宝北前美军歇斯底里的狂叫 士兵像潮水一般冲上来 又像浪花一样被拍倒在地上 鲜血直接改变了海水的颜色 有的二战学者甚至认为 赛弗罗可能一共造成了美军约4000人的伤亡 而这个KD最高的机枪手 也被诗人冠以奥马哈怪兽的称号 而赛弗罗所使用的MG-42 射速高达每分钟1200发 因为枪声酷似高速运转的电锯 所以也被称为希特勒的电锯 对于盲军士兵来说 那种声音形同死神 而如今小图全是手持长枪的赵子龙 天天贴脸就给你一顿乱捅 那如果我拿出希特勒的电锯架点 敢问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大型纪录片MG-42传奇 持续为您播出